大家好 6月25号啊 浦东三菱新开了一座商场 这可是好长时间 我感觉都没有传出上海新开商场的一个消息了 当时没有来拍啊 因为考虑到人多 过了两周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商场的生意怎么样 然后有哪些特色 所以跟着我的镜头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现在快到中午的11点钟左右了啊 然后是一个周末 现在的气温接近38摄氏度啊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高了 上海自从没雨季过后 就直接开启了高温暴晒的模式 这个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生活广场啊 呃 我记得是在2020年啊 2021年上海的商场内是开的真是太勤快了 一会儿这边开一个 一会儿那边开一个 然后当时我也拍了不少的商场的一个 开业的一个景象 然后自从2022年啊 疫情过后 商场的这个开业的速度啊 明显就降低了不少 整个感觉呢 跟之前的话 呃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商场开业那种感觉也不一样啊 这个可能是我个人心里的一个因素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这边外里面啊 还是蛮大气的啊 这个天气牛啊 不打伞 真的是啊 这晒黑就几分钟的事情 看一下啊 对面就是这种高架桥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哎呦 这一进来这个 就是充满生活的气息啊 前面摆了这个火腿 看一下是什么火腿啊 看一下扫一下上面 我们一层一层的逛一下 看看有什么特色 这个是南风鸡啊 呃 上海人啊 吃到吃这个南风肉啊 炖那个冬瓜啊 这个是邵万生的 邵万生的啊 上海的老牌子啊 也是 他家的一个糟货很出名啊 看一下看一下 这是邵万生的一个专区啊 卖糟货啊 糟鲁的类的一些东西 这些食品级的东西啊 这个叫云石会吧 还是什么 鼎银阁啊 卖一些干货干果类的东西 中间呢 是这个卖衣服的地方啊 这个是 哦 就是卖消暑的 一些绿豆汤啊 一些饮品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这边身影还可以啊 看一下 呃 二楼三楼四楼 它最高好像就是四楼啊 那我们一层一层的来逛一逛吧 看一下这边 这是一个 叫泰奇罗曼的一个面包房啊 卖面包的 这是一楼的这个 中厅的一个背面啊 就是在这边要卖一些珠宝的 卖一些珠宝生意 做一些这些生意的 然后还有这个宠物的 商圈啊 前一段时间的这个Mellow Cafe啊 也是 呃 有些热点啊 就在门口的位置啊 也有 然后 看一下 这边的华为啊 华为的一个 专备店啊 然后看一下 哦 一楼 还挺方便的 就河马 在这边啊 天天低价 河马 那河马的话 大致就是那些商品 我们就不进去逛了 我们就直接上二楼去看一下啊 二楼啊 叫玲珑十集 这边卖榴莲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这个榴莲 还是怎么卖的 这边是椰青 这是剥好的榴莲壳 啊 这个都是精诊的吗 对 啊 怎么卖的呢 是泰国精诊的 二十九 哦 二十九块九 对对 你看一下 这些果形的话 应该是A果啊 应该是啊 A加果 哦 有 二十九块九 它这个价格的话 应该说如果说是A果的话 还可以啊 如果来买的话 有什么优惠的活动没有呢 人家三块钱 哦 便宜了 这个三块钱 哦 是是是 再来看一下这边 都是卖吃的 喜嘉德啊 虾仁水饺 然后这边一个麻 季永啊 然后 可以看一下 有什么吃的啊 辣潮记 拌粉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钟的时间啊 还没有到达一个高峰期 高峰期的话 人会越来越多 应该啊 这个是卖的这个阿干锅魁 也是全国的一个连锁店吧 他们都是这种烤制的啊 现场烤制的 比较诱人啊 成都你六景啊 冒菜啊 冒菜啊 冒菜里面吃的人还是蛮多的 看一下啊 罪面啊 卖面子 然后是达美乐披萨 这一层好像都是卖吃的啊 所以名副其实的 应该上面也是卖一些生活类啊 超市啊 吃的 应该是居多吧 所以现在有一个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 好像说很多年轻人为什么这个到商场好像消费不是那么太乐意啊 就是除了这个B1啊 就是传统的美食层 另外就是一些就是餐饮的很火爆以外 其他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冷清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 这边二楼也有一些家坊类的 这边还没有开门啊 正在装修 现在是中午时间点啊 人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啊 这边还有角度里面还有个麦当楼 液态来说还是挺丰富的 我们再上三楼去看一下 三楼啊 三楼 应该是属于潮玩类的东西比较多一些 这边直接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射箭馆啊 可以来玩射箭 看一下价格是怎么样的啊 八十九块九 四组箭四十八只啊 一百二十九 专业私教一对一三十分钟 可以直接说 啊 我们看到这个有小朋友在里面射箭 这个价格四十八只箭啊 如果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体验一下 那这边呢 呃 就是直接的小朋友的体验区 哎呀 别人都是很小的鲸鱼 他家的这个鲸鱼 太大了吧 这个啊 这里面都是小朋友玩的一个 呃 专区吧 啊 叫淘气小镇 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土拉提啊 塑形的 三楼的话 应该是充满这个儿童的一个元素啊 那是理发的 应该是有优惠啊 所以门口的话有人排队 那这一边还是正在装修啊 正在装修啊 有一排没有这个租满 那边 皮卡巴卡 萌兽啊 儿童 然后我们再上顶楼啊 四楼去看一下 有什么业态没有 哦 四楼基本上就是吃的啊 就是饭店类的一些东西啊 串串火锅 我们来数一下 有哪些比较知名的小菜园 就是这几年啊 就你感觉上场里面各种各类型的这种小吃啊 食斧啊 都开出来了 有些你不了解啊 就是好像像以后春笋一样的 它就自然而然出来的 这个有点意思啊 杂精蛋 这叫 呃 清place 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应该是潮玩一类的东西啊 这边也是吃的 这个是做什么 现场的一个 呃 烹制吧 应该是啊 就可以在现场吃 厨师在现场给你做 这样比较放心一点 然后你看那件食材的 然后这个是 呃 应该自助啊 这个叫 一序受洗烧自助 这个是叫探鱼 烤鱼 潮顺 潮顺 这应该是那个广东菜系列啊 潮顺 这几家呢 我看到这一家叫家府潮汕菜 呃 相对来说来吃的人还是蛮多的 看到啊 就是大家消费的这个人群吧 里面都是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居多 看一下啊 就现在来说 呃 我觉得中老年人的消费力是要远远高于啊 就是年轻人的 现在很多人调侃说啊 年轻人现在的一个周末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在网上啊 搜券啊 就是买那种便宜的有性价比的一些券啊 去饭店啊 就是拼券吃 然后呢 然后消食嘛 就来逛商场 也不买的 呃 就是看看有什么那个 呃 打折的一些东西吧 就看啊 就看 呃 然后呢 就是回家时候 买一串这个呱呱乐啊 呱一呱 没中 哈哈 就回家睡觉了 那总体一圈逛下来呢 我觉得一个商场的话 它的开设还是一个它的面积啊相对来说小一点 但是呢 它能做到生活啊 就是真正能做到实用的 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多有的没的 它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啊 包括这个思想在里面 包括一些儿童的一些呃可以玩乐的地方 没有太多 没有用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商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务实的 但是呢 没办法 上海的这个商场开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后续的生意啊 还要看整个区域的一个商场竞争 包括这边的一个呃 人流的消费力啊 大家觉得呃 这个商场会火起来吗